Hello 大家好 我是Tiger 今天我特地回到岡山 帶各位來看紅紅的日本 高梁 吹屋 日本岡山縣高梁市的吹屋故鄉 有著日本獨有的紅色街道 來這裡只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坐超可愛的公車 一種是自駕 這裡是銅礦的產地 是山林財閥礦山事業的所在地 在江戶末期化學顏料尚未普及的年代 這裡出產了氧化鐵顏料便餅 便餅是一種特殊陶瓷紅色顏料 都使用在磁器、染料、建築師上 東京大學的赤門 所使用的顏料就是便餅 而吹屋最大的特色 就是屋頂都是使用便餅上色的 在這安靜的街道上 沒有特別商業化的痕跡 保留了最原始的羊毛 因為是平日去的 所以很可惜 特色店家都沒有開 甚至是肚子餓了 還找不到吃的 後來很幸運地遇到一位 穿著制服的叔叔 想說有禮貌的一點說 肚子餓了 叔叔直接問我說 好了 下車 好啦 我帶你去一間可能有開的店 超熱情的 多一點 古好 四十多 六時回到 ちょっと時間がかかるけど、いいです 麻煩你 這間全部使用在地食材 全素的料理 超級好吃的 在喝個下午茶之後 結束了完美的一天 離開之前還遇到了 吹喵 嗨 嗨 這麼想要找我們 可愛喔 哼 他們建了一個木頭的房子 都會用火先把它燒一燒 這樣燒過之後 就不會被蟲咬 然後也可以保存很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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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